好 結合 嗯 如此說來 竹片外側焦黑 內側卻比較乾淨 如果這個竹片原先是某個 竹子器具的一部分 那麼它的外側經歷爆炸 而不是從內側炸開 那麼它原先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裡似乎沒有遺漏的角落了 而且 似乎已經找到能夠指證住老前輩 殺謊的證據 很好相信這個看起來 看不起來常見葛老頭 啊要攻擊他了 合體 欸不對 等一下它說謊什麼我根本不知道啊 算是覺得這個戴莊主也不是個好人啊 攻擊他 最後老前輩 王伯想請教你 在聽到爆炸聲之後發生的事情 老前輩可要罪死相告啊 可惡 我堂堂常見葛格主 會對一個江湖小貝殺謊不成 哦 最好葛主 可不要先把話輸絕哦 曲曲小兒 蛇戰 等一下那個背包怎麼回事 哦血量 找出對方證詞中與證據相矛盾的語句 我怎麼覺得這邊 攻擊完之後就結束了 按空格選舉證物 長按 B鍵看證物信息 選擇正確的證據 並對與證據相矛盾的語句 進行指證 指證錯過超死的時候會觸到對方攻擊 千萬別掛了哦 回合一 老夫我聽到爆炸聲後 就趕緊跑進內院 哦這是王子的語音了 竟然見到租名倒在地上 生死不明 但右鍵身後 已經有其他人趕來 所以 不管租名怎樣 先順著台階 向上搜尋 查看爆炸的原因 是見著平台上 滿地狼藉 還看見一件披風被丟棄在地上 像是那兒聰明的披風 因爆炸而被甩脫到了地上 到底是哪裡不對呢 嗯 如此說來 老夫我聽到爆炸聲後 就趕緊跑進內院 就是他 吃我一招 什麼 可惡 一定有哪裡不對 老夫我聽到爆炸聲後 就趕緊跑進內院 OK 竟然見到租名倒在地上 生死不明 但右鍵身後 已經有其他人趕來 先順著台階 向上搜尋 只見著平台上 滿地狼藉 像是那兒租名的不方 因爆炸 而被甩脫到了地上 呃 就是他 就是他 什麼 從宗明的屍體來看 是從正面承受了爆炸 如果這件披風當時正梯在宗明身上 那應該是在宗明的背後 這樣就不可能在披風背裡 留下這樣的痕跡才對 對此 駐老閣主 可還有什麼話說 哼 小子 有點兒能耐啊 也許這件披風 確實不是宗明的 但也有可能 是之前就被人拖在此處 所以爆炸時 也被煙火所波及 況且 你沒有必要這樣追究一件 無關的物件吧 還是趕緊去追查 宗明的死因為好 長按一鍵 這可以停止時間嗎 可以可以 不是聰明的 之前就被人拖在此處 所以爆炸時也被煙火所波及 怎麼覺得怪怪的 況且你沒有必要這樣追 還是趕緊去追查 聰明的死因為好 況且所以爆炸時也被煙火所波及 就是他 吃我一招 欸不對 什麼可惡 所以爆炸時也被煙火所波及 我可以存檔嗎 不行 哇 等等等等等 被丟棄的披風 因為這兩個比較相關 應該是這樣 就是他 是什麼 也許正如老閣主所說 這件披風在爆炸前就被丟棄在這裡 但奇怪的是 我看到他時 卻是乾淨了一面朝上 而留下爆炸痕跡的披風背面 卻被翻在下面 如果不是有人想避嫌 將披風故意這樣擺放的話 我也很難再想出一個合適的理由 而老閣主您 是否正視著披風的主人呢 可惡啊 對老夫居然一點都不客氣 小子 你不要太過囂張 如果沒有確鑿證據 就不要信口開河 就算像你說的那樣 這披風原本是背面朝向爆炸方向 但也可能是爆炸的魚鍋讓它翻了面 所以當你看到時 它是正面朝上 你敢肯定 這樣的事情 不可能發生嗎 你更無法證明 這件披風 曾經披在老夫的身上 到底是哪裡不對呢 嗯 如此說來 就算像你說的那樣 好 隨便一下吧 就是他 什麼 祝老閣主說的這種情況 也並非不可能 不過 這件披風上有一處奇怪的痕跡 一直讓我很在意 就是在留下爆炸痕跡的披風背面 中間 卻有一條乾淨的痕跡 如果爆炸時 這件披風穿在某個人身上 那麽此人 很可能背著某樣東西 這個 小子 你 小子 你把話說明白一點 莫要故弄玄學 做好前輩 莫要心急 那爆炸時在披風留下印記的東西就是 是 常常幫撞物 背包 應該是寶劍了 就是他 祝老閣主 你背後的寶劍 老閣主 是否可以將你背後的寶劍 這邊與這披風的痕跡比對一下 小子 你 這下這個祝老頭可還有什麽話說 爆炸時祝老閣主 你就在現場嗎 只是巧合而已 你以為 在祝劍山莊裡 背著劍的地槽說 又速食了 剛才我見到內院的首院地址背後 也背著長劍 如何 你又人只能一口咬唸著 披風上的痕跡 就是我背後的劍留下的 曲曲小兒 過於天真 祝老閣主 這麼說的話 可惡 被他這麽一說 我幾乎無法反駁 但 有個沒有在內院看到 看過他 是有爆炸時 他一定在這個平台上 這老頭真會狡辯 眼看出他抓到他的尾巴了 而且我肯定不會看錯 爆炸前後 我都沒在內院看過他 一定有什麽證據能證明這一點 如果爆炸火他並沒有進入內院的話 一定有人證明他在撒謊的東西 到底是哪裡不對呢 哦 這什麽 蛤 哦哈哈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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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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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蛇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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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蛇蛇蛇 蛇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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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他 就是他 這位老閣主 如果你的爆炸貨才進入到內院 你能否詳細描述一下 當時見到中美屍體的樣子 你也是練武的宗師 相信你只要看過一眼 一定不會忘記 老夫 當 當時 這把閣主 你真的有在內院親眼看到中美的屍身嗎 如果記不清的話 可是沒人會相信的哦 爆炸時你就在這個平台之上嗎 你可是有極大的嫌疑啊 老夫當時只是在這裡 我並沒有 六扇門 其實好惹的 看來你必須跟我去一趟六扇門啊 小鬼 算你厲害 你說的沒錯 中美在被炸下高台一次 老夫確實在此處 大約半個施政前 我跟隨中美到此 但是 不知為何就發生了爆炸 中美在我眼前被炸下高台 爆炸太過突然 我硬離得不近 也是來得起轉身比辣 那個嗎 但見內院下方是有眾人湧進來 怕此刻下去要被懷疑 只能靜後在此處 想等眾人上去以後 但見有人是會往高台上搜尋 於是脫下披風避嫌 時候就遇到你們 這就是剛才發生的一切 證據確實 既然你已經親口承認 中美詞讓你的現場 且又是威夷之人 我必須帶你去六三門問話 只是目擊到了中美被炸 並非殺死中美的兇手 中部頭 你若沒有真實評 真評實據 我參見格格主 可不是你想抓 就抓 的囍法 現場到處都是整物 整數沒有真實 真評實據 難道老閣主 你想拘捕不成 拘捕又如 雖然不是50盟主 但也不至於判了六三門 這兩個人看起來就要打起來了 你這個表情到底是著急 還是興奮啊 高手過招 肯定是難得一見啊 果然 確實如祝勞格斯所說 現場的證據無法證明他是兇手 如果還無法確定他是兇手 兩人現在就拼了你死我活 反而壞了正式 OK 總捕頭 你先住手 讓我說句話 難道你也是找個勞圖的幫兇嗎 不不不不 我只是想說 在還沒查明詞句之前 先被急著動手抓人 哼 證據確鑿 他以親口承認 關切現場的證據足以證明他是如何殺死忠美的 忠伯頭如實下定結論 似乎為時尚早 臭小子 六扇門 豈是好惹的 他只會講這句話 不 不 不 中捕頭 我不是這個意思 看你的啦 中捕頭 你能不能先把刀燒起來 一定是鑄心劍把宗鳴約到了這高台之上 逆不想要逼宗鳴就範 但宗鳴沒有英語 兩人話不投機動起了手來 沒想到鑄心劍 沒想到鑄心劍好生歹毒 沒想到鑄心劍好生歹毒 竟將宗鳴炙出火器 將宗鳴炸下高台 粉身碎骨而死 這就是整個案件的過程 但是 對的話也不太正常 因為 也有可能 呃 呃 就是 戴莊主也有可能 他用 空手跟他對決啊 不代表一定要拔劍啊 對不對 呃 算了 反正我 這很明顯是選這個了 應該是吧 就是他 就是他 難道說 從宗鳴的屍體來看 其死前左手一直緊緊握著劍鞘 而且至此 劍也未曾出鞘 說明當時 他並未進入蟬洞 嗯 哼 高手過招 也未必一定要拔劍出鞘 欸 跟我想的一樣 呵呵 嗯 話是這麼說 但總補頭你想 藏劍格格主和鑄劍山鳥彈莊主 在江湖中是何等身份 若非絕對的輕視對手 決鬥時 怎會有不拔劍的道理 即使如此 也並不能說明什麼 想挑戰我六扇門總 偷 嘿嘿 你還太嫩 但女主角說的也有道理 兩個人都是高手 一定會拔劍的 我剛才所說的 只是案情的一種可能而已 況且 宗明未拔出配劍 並不能說明什麼 鑄心劍定是想在宗明拔劍前 在極近的距離 向宗明抽出火器 這樣 宗明還來不及拔出劍鞘 就被炸下了高台 如果是那樣 宗明死時 劍還在劍鞘內 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到底是哪裡不對 我剛才所說的 只是案情的一種可能而已 宗明是 背後沒有明顯的傷痕 反正是正面有傷痕 然後 披風背面 所以有傷痕痕 這個是鑄腦割組的 OK 鑄心劍定是想在宗明拔劍前 在極近的距離 況且 宗 這樣 宗明還 如果是那樣 宗明死時 劍還在劍鞘 這樣 宗明還來不及拔出劍鞘 就被炸下了高台 鑄心劍定是想在宗明拔劍前 在極近的距離 向宗明抽出火器 就是他 難道說 如果鑄勞閣主是在極近的距離 扔出火器 那麼他自己勢必會被爆炸波及 宗明因為離得太近 所以必無可避 屍體上滿是爆炸留下的痕跡 而鑄勞閣主 不僅有時間轉身躲避 其披風上 僅是被爆炸的煙塵所染 說明他當時 離爆炸點上有一段距離 離宗明 肯定也不會在極近的距離 小子 挺有一套 我辦過的案子比你吃的飯都多 想打倒我 可沒有那麼容易 說不定你辦的案子 都是亂辦 那麼 還有另一種可能 一定是鑄心劍早就下定決心 要刺殺宗明 跟蹤宗明到此後 趁其不備 向他背後扔出了火氣 這樣鑄心劍就能毫髮無傷 而宗明則被炸下了高台 這樣推理 一切就都合理了 到底是哪裡不對呢 那麼 還有另一種可能 一定是鑄心劍早 跟蹤宗明到此後 趁其不備 向他背後扔出了火氣 就是他 難道說 如果鑄老閣主用火氣 從宗明的背後投行 那麼宗明所受的爆炸 應該都在背影 而不是正面才對 現在從屍體來看 只有正面才有爆炸留下的焦黑痕跡 所以 那要怎樣 對於武功高強者 這並不是什麼難的事情 你只是井底之蛙而已 看住 火氣在宗明的身前爆炸是沒錯 但如果投擲火氣的手法刁鑽 或事先聲東擊西 再加上 再加上這裡如此昏暗 即使將其迎面指出 火氣到達宗明眼前時 他也未必來得及防備 再說 宗明的屍身旁 已然留下了證據 那焦黑的竹片 定是火氣殘片無疑 有兇器 有兇器在此 又有能證明 鑄心劍在場的披風 證據確鑿 到底是哪裡不對呢 如果 火氣在宗明的身前爆炸是沒錯 但如果投擲火氣的手法 再加上這裡如此昏暗 火氣到達宗明眼前時 他也未必 再說 宗明的屍身旁 已然留下了證據 那焦黑的竹片 定是火氣殘片無疑 有兇器在此 那焦黑的竹片 定是火氣殘片無疑 看起來不像啊 因為他是 焦黑的竹片是 手法刁鑽嘛 也許並不是沒有可能 只是總捕頭口中所說的 凶器 似乎並非如此 這竹製碎片 外側焦黑 而內側卻很乾淨 說明是從外側承受了爆炸 而非從內部炸開 若一定要說 它是火氣的碎片 似乎是有些牽強 這個 總捕頭 你還有什麼話說 可惡 你小的伶牙俐齒 還挺難纏 VITRY 即便如此 主行劍也還是在 雄暗現場的位置 敏諾無法證明他不是兇手 恐怕我還是要 將他帶回右上門 恐怕總捕頭說的也沒錯 目前看來只有助勞隔主 血液最大 好像根本剛吵了半天 都要白白浪費口水 這個要怎麼辦才好呢 總之 小神哥 你也別心急 至少能確定做老頭 能在兇愛現場 這麼說的話 也許能從他嘴裡 答案出更多的線索呢 好累喔 總捕頭 蛇戰 你為何跟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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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雙豬來到這裡 嗯 這個啊 說來話長 老夫 幾日前突然得到消息 說是助勤山莊劍金現實 我等右劍之人 等您劍視諾珍堡 更別說那傳送中的無賞劍金 於是 我便提早來到助勤山莊 時刻注意著忠敏的一舉一動 希望能從中找到劍金的蛛絲馬跡 今天傍晚 忠敏交開 看守內院的弟子 老夫便心想 事有蹊蹺 一路跟著他來到這高台之上 卻不想目睹他的眼前被炸死 忠敏被炸死 你可以目睹完整的過程 當時又不敢跟得太近 怕忠敏被怕忠敏查了絕 向著高台上非常昏暗 就見他走到這高台的末端 隨後又俯下身 只是查看某個東西 突然忠敏面前火關一閃 隨即便發生了爆炸 所以說 老夫離得不近 人被爆炸的煙火波及 所以來得及轉身躲避 隨後又看到內院 有人上來調查 只能脫下外套 洋裝才到這裡的樣子 後來的事情 你們都看到了 你說你這幾天一直在觀察 關注忠敏的一舉運動 正是如此 那你可是發現忠敏死前幾天 有什麼一樣 要說一樣的話 忠敏今天白天一直拿著一卷卷走 在屋裡對著燭光細細端詳著 此時你倒是坦誠 你們 誰都知道 建的六三門都要脫一層皮 老夫我已經一把老骨頭 我今天曾在劍總偷聽到你跟某個人的談話 原來那時是你們 當時 我在劍總會面的那人 正是霹靂堂堂主 秦也 哼 霹靂堂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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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殺死忠敏的兇手 自然才是最 重大嫌疑 老骨頭 你要開始轉移自己身上的嫌疑的嗎 哼 老夫 信不信有你 老夫 絕不框你 哼哼哼 你以為 將虎州 電擊劍金的 就我一個嗎 關於親 親眼的嫌疑 用問老閣主 神坦 十幾年前 就見山莊 老庄主 神秘失重 隨後親眼那時 就得了神劍 江湖中都傳聞此劍得來的不甘不盡 原來還有這個故事 曠傑 昨日我還在親眼房間門外 聽到他與忠敏的談話 兩人四次爭吵 兩人說到激動之處 只聽得忠敏罵到 莫要痴心妄想 但也只清楚 聽到這一句而已 隨後忠敏就摔門而出 離開了親眼的客房 難道說 如果你所說的是真話 那麼 親眼就有可能殺死忠敏的動機了 你可別忘了 江湖中人都知道霹靂堂的火系厲害 忠敏又是被殺而死 你覺得這其中會沒有聯繫嗎 這麼說的話 確實情眼很可疑 但他人卻並不在現場 確實 除了目前祝老閣主 現場沒有其他的行李了 這是中美一直帶在身上的卷軸嗎 正是 不過嘛 我也不知道在卷軸上寫著什麼 除了一些 除了一些殘破 看不出任何意義 但就覺得這空白的卷軸 和你剛才說的話 有哪裡不對勁 卷軸 火烤卷軸 這次在白天 為什麼要拿這個卷軸對著燭光 因為白天 光線已經夠了 對不對 為什麼還要開一個燭光呢 難道說 有了 你可隨身帶著火遮蔽 給你 讓我試驗一下就知道了 果然如此 這卷軸做了特殊處理 結果被主火炙烤之下 才會顯出刺激 聽說這種欲火不回的布料 名叫火碗布 霹靂場的人 用來騎製作防火衣 防火衣 別管這布料了啦 上面畫的圖和斯文到底說什麼 紅銀錘手線 劍峰懷中場 這內院靠著著著著劍峰 又上面懷山 正好是著著劍峰的懷中 站在高台石碑處的位置 低頭正對著 燒著紅色鐵水的劍爐 啊唷 站在那裡往下看 這蛋好嚇人喔 上的駐劍台 有須 建真章 駐劍台應該是在這個畫上的平台 也就是我們現在腳踏的高台 說的應該是 就有時 字數 須 這念數嗎 還是須 須時 交替的時刻 也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建真章 建道的到底是什麼呢 喔有個石碑 是這個嗎 呢 小純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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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這是那個時刻才有光線照進來的意思吧 欸不對 從畫卷上看這裡平台的鏡頭速的一塊石碑 而對比這平台上的位置 翹翹就是爆炸的中心 那麼這地上被炸碎的石塊 應該就是這塊石碑的碎片無疑的 然後咧 喔還有 呵呵不對 嗯 還好這個選錯不會扣血 嗯 如此說來 我想棒個死神之前 中民跟我看到的幾乎是一樣的狀況 欸不對不對這個很像逆轉檢視啊 這是這種操作方式比較像逆轉檢視 那像柱老格子說的那樣 看到中民忘腰是要查看某樣東西 那麼他必須用到那樣的東西 火折子 而那外殼焦黑的竹片 應該是火折子的碎片 哦 假設中民當時點燃的火折子 只要查看這個爆炸中心的石碑 再結合住新建的說法 看到中民忘腰 試著要查看某樣東西 隨後火光一閃 隨即便發生了爆炸 那麼當時發生爆炸的 正是這個刻的古怪文字 塑在這爆炸中心的石碑 難道石頭也會爆炸嗎 石頭不會爆炸 可如果它不是單石頭呢 如果我猜的沒錯 當時塑在這裡的根本不是什麼石碑 而是有著十字外殼 被砍入隱性 那場黑火藥的 浮火咧 十字外殼上 四次而非的柯的字 只是為了誘使中民點燃火折子 耗得更近一點 似乎所有的線索都有所具備了 只需要把他們串起來 剛剛先拿去 ¡Letvin呢! L Floyd 都在車上 這什麼意思 而且好多個哦 OK 這個轟呢 一直在那邊 所以這個不是 內海前開獨극 Casa 上高台 是嗎是這樣嗎 哇靠 聰明跟著他 應該是這個先吧 哄在這裡 啊怎麼兩個 可以移回去嗎 哄 這兩個在一起吧 因為昏暗所以要打開火折子 然後 請看內院所有的地址獨自跟上高台 是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代表這個捲頭是假的 是騙聰明上去的 我覺得啦 這應該是對的吧 啊這個咧 跟蹤聰明的 還是這個可以移到旁邊 不行 反正往前推應該是這樣吧 啊這個是什麼 這樣對嗎 對 所以有些是 有些是假的 喔有些是混淆你的 是有些是嗎 是的 旁邊的 那是真正確的 是嗎 呀 旁邊的 那是 于是他等到有须交替之时 浅开了内院中的弟子 独自登上这个高台 顺着卷轴上所示 来到这红炉垂首县 见封怀中藏之处 发现了这里的石碑 当他想低头查看石碑上的文字时 因此处异常昏暗 高台下有红光刺眼 所以他不得不点燃了火折子 想照亮这石碑细巧 不想那石碑上的刻字 已经被嵌入了火药隐形 被火折子力点击燃 瞬间引爆了藏在石碑中的火雷 族鸣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炸下了高台 粉身碎骨而死 而这卷轴 以及这平台上的一切设计 都是为宗明精心准备的 死亡陷阱 如果宗明之死 确实入我推理的那样 那么这庄子里的每一个人 都可能是杀人凶手 就到这边了 OK 好 不一定吼 不一定是霹雳堂的 火荒布 你只能证明火荒布是霹雳堂出的 可是 不代表一定是霹雳堂 霹雳堂的人做的啊 对不对 有啊 他刚好说不小心引发到 文字上面的满场的影线啊 这怎么 怎么砍入哦 谁知道 但是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 因为你要照那个石碑上嘛 所以他可能会靠得很近 那个火会靠很近啊 所以有机会点燃 我觉得没有错啊 的确实是有机会点燃的 小细节不要注重太多好吗 啊就这样 哦 哦 我觉得配乐还不错 然后有这个 那串联这个 证据 我觉得这一点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不错 我觉得啊 我觉得是那个老奴 我觉得 你看哦 为什么一个堂堂的代庄主 反而要听人家江湖的传闻 才知道有建金现世呢 然后自己下去查 然后就发现了 啊为什么你之前不去查呢 这 这逻辑不对啊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一个堂堂一个代庄主 反而是听人家在讲建金现世 然后自己才去 山庄内找 找建金的消息 这不是本末导致吗 你不是本来就要先去找建金吗 怎么听到人家讲才去找 对不对 我觉得这边有怪怪的 弹丸论破 弹丸论破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啦 OK 那这款游戏什么时候上市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消息 那在死定上面 有一个体验版 大家可以免费下载玩 不知道多少钱 也不知道剧情长不长 就 就这样子哦 好 那我们晚上再开 仙剑奇塔传三外传的 那个直播啦 那应该可以 应该今天可能可以破完 仙剑奇塔传三外传 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逆转裁判 好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 呃 莫尹侠中的中国武侠风的 逆转裁判游戏啦 虽然这样讲它逆转裁判不太好 但是因为逆转裁判实在是太 太深入人心了 好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 莫尹侠中 有兴趣的人可以上steam去 关注一下这款游戏的消息咯 希望各位会喜欢 这款的游戏配音跟剧情内容咯